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在上海乐展的现场去实地的测试了YDS150并且给出了一些建议 如果没看过大家可以去看之前发布的内容 那么今天这期将会看到我把YDS150的乐器进行一个简单的开箱 这个是YDS150的收纳包 之前我们在其他国家用户的开箱里看到过 是这样打开的 然后里面是应该有一个拉链 对在这儿 这是一张提示 要求的是YDS150放在这个收纳包里面的时候是怎样的一个方向 它要求的是耳机孔的正面朝上 否则有可能损坏按键 这是怕长期的放在这里面会压住表面的按键 上一次我把它拿在手里的时候是去年的10月底 在上海国际乐展的现场有一支样品 那么手感还是之前一样没有任何的变化 当时试的是一支样品 现在是正式的量产货 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出厂的编号 包括出厂的时间2020年12月 有唯一的编号 和传统原生萨克斯一样的底头 包括哨片其实也可以用原生萨克斯的 只不过那个哨片是可以震动的 但是在YDS150上面它起不到作用 所以如果我现在想试吹的话 我的习惯是要在底头上面贴牙垫 科技日新月异 电子乐器的玩法越来越多 擦亮你的眼睛 看数字艺术的规律式建议 听安妮爸爸说 牙垫是消耗品 而且规格种类其实有很多 我没多长时间就会换一片 所以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不同的习惯 去挑选你使用习惯的牙垫就好 牙垫接下来 好了就这样贴在底头正面 你就可以正常的使用标准的Sax口型去演奏了 还需要的是电池 对电吹管一定要电池 电池舱我们之前在评测里面是介绍过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 它放的是四节七号的电池 那么我现在身边所有的设备 由于都是五号的电池 也就是2A的 所以我们现在用充电宝来代替 因为在官方国外发布的一些评测里面 是可以使用充电宝的 一个充电宝 然后这根线就是 Micro USB 插在这个供电的位置 我们就可以试一下声音 Micro USB这个接口 和现在最快的最新的接口 Type-C 是不一样的 它需要有正反面 所以日后如果有人在插这个口的时候 不要插错 然后我现在已经通上电了 然后我这边的充电宝应该是已经是有电的状态 然后我们找到开关 最上面 嗯 这就已经开着了 所以应该现在就可以吹了 和上次我试的感觉是一样的 这个就是它原声扬声器在这里 然后这发声 声音传导到下面这个喇叭口 下面这个地方是有一个排水管的 如果是你去看的话 这个之前我也发过视频 这是A的第一号音色就是Auto 然后我之前介绍过它的所有的音色表 这个说明数量也会有 A组一共有 17支 然后S组是Sobrando就是高音的 好 简单的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至于每一个组件 之前 之前我是介绍过的 如果各位对YDS150感兴趣的话 可以在评论下面留言 这样我会抽时间 对相关的一些功能做进一步的介绍 因为其实 因为其实这些电水管 对我来说 其实没有什么需要去适应的难度 无论你是哪一个品牌 哪一个型号 拿起来 就可以去进行演奏 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情况 好 三个字之法 我们接一下音箱 听一下效果 好 那么现在我把YDS150的耳机输出口 接了一条3.5的音频线 另外一条连接在我的罗兰的CubeStreet EX的音箱上面 我们来听一听 不用管身扬声器 也不用管身的喇叭口 从音箱里出来的是什么样的声音 这个还是Sobrando的4号音色 我还没有看音色表 肯定是一只Sobrando 但是它什么风格都还不知道 5号的还有Sobran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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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号 我知道了 现在这个组的所有音色应该是只在一些细节上有调整 本质的P字是一样的 对明白了 好 那么大概试了一下YDS150 我大概已经了解它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了 接下来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会对这个新的型号做进一步的评测 那么各位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留言在视频下方 好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